字幕提供 怎麼會跑去學習做這個麵包 這是饅頭啊 做麵點技術 陸陸續續那麼多年了 那最後一趟就是說比較長嘛 那我就想說 已經浪費那麼多時間了 而且我已經關到第五趟 那剛好在山上 就有一個機員 可以去麵食班 戒菸去學去麵食班 我說好 抽菸抽了大概也十幾年了 然後戒菸給我 十幾歲就抽菸十幾年了 對 其實我說真的 那個時候真的沒有什麼興趣 可是我逼我自己 我說今天我一定要學習一個一技之長 不要浪費那麼多時間 我就去麵食班就開始學了 那當然裡面是學的就是說很粗淺嘛 但是我們很認真地來讀書 再練習 再做產品 那我母親那時候因為在外面 也有跟一些師傅在學 想說我回來做麵頭 他可以加減幫忙 媽媽好愛你 對 那還有一樣就是說 那麼多年其實看父母 也覺得他們好像老了 然後那麼遠 我不管在哪裡 我在北部來的時候 嘉義也跑來 台東也跑來 肯清一定到 那平常也是都有來看這樣子 那我覺得說 我要好好改變自己 那那時候就是說 我想要出來我就重新開始 所以我取了一個綽號叫鑽石 因為鑽石大家都 刺青也是嗎 對 就是有把它刺在身上 因為鑽石的話大家都很喜歡 那我是希望說 可以圓滑一點 因為我們以前脾氣很沖嘛 希望說圓滑一點讓大家都喜歡 鑽石不是有靈有靈 那還有 但是大家都喜歡鑽石 人家送你鑽石 看到你就喜歡你 不會討厭嘛 對啊 那還有鑽石很閃亮 這是我對我自己未來 來跟我墊你的期許 很好 三彩八亮 然後就開始 我回來半年內 我連續拿了三張徵兆 中式餐飲 中式面食 健身指導員 這過程很辛苦的時候 有沒有想說 哎呀 幹嘛這麼累 回去混好了 有沒有動過這種念頭 或朋友跟你說 其實有想過 其實真的有想過 因為那個苦到真的是很難過 比如說我租的湯位 可能五百塊 那就擺了一天 我贏二才做三百 我說饅頭 十五塊二十塊 那麼貴 怎麼那麼貴 還有電費 還有清潔費 對 就是一直被人家嫌 這種小聲音一直被人家嫌 那我們在想說 我們以前這樣在賺錢的時候 一天花好幾萬 那我現在在 這個到底是在賺什麼東西 我有想過 但是我的決心很堅定 對啊 我跟我爸媽講說 我人生就是剩兩條路可以走 第一條我就是把饅頭賣好 那第二條 我就是回去繳獲兄弟 就是只有這兩條路 但是我知道 我不想再走回頭路 因為關那麼久了 然後 那又回去 等於又退步了嘛 對啊 而且你說 十五塊錢賣饅頭 是搞什麼 十五塊的饅頭 是帶回你的尊嚴 是 帶回你的人生 對 帶回你媽媽的笑容 對 對 那 覺得後來就是 慢慢有做出口碑 那 而且 口碑很難講 我們要試吃看看才知道 想吃想很久了 我們是做天然水果老麵的 真的是 它是完全自然發酵 而且這在我家附近 好吃我常常去光顧 好吃 那會不會生意做好了以後 人家閒一下 又開始準備出來 不會啦 月薛老師很怕他 因為他現在很年輕 他如果這樣子 我也會找一群婆婆媽媽去打他 我們都知道店在哪裡了 好 最後一點時間 我們請兩位專家 聽了這樣子浪子回頭的故事 我先說好了 因為我 早期就是 做這個 假示範的這個心理諮商 然後做了十多年 看他們三個的成功的案例裡面 其實很多人也都在 跟他們效仿中 有兩個很重要 就是自覺 你看他們都有自覺 在這個自覺裡面 都是有親密的人際關係的影響 親情 愛情或者友情 讓他們能夠自覺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說 家人從來不要放棄 他們家人對他都沒有放棄 不管用什麼樣的方式 還有一點就是說 現在如果你是在這個苦難中的 這些年輕朋友們 或犯錯的朋友們 一定要求救 我們有很多機構 不管是你犯錯 還是你要重生的時候 都是可以求救的機構 都樂意伸出援手來跟你幫忙 如果自己想不出來的話 其實有很多人願意幫你的 現在其實人家想說 讓子回頭金不換 這是千真萬確 很多人其實想要向他們學習 但是做到一半沒有了他們的耐性 跟他們的恆心 那人生其實就像一個圓 不管你從右邊走 左邊走 終究你要回來原點 那所以你當你在中間坎坷的路途裡面 你找到你的目標 找到你方向 你回頭走 你會發現看來看去 只是你多繞了路 最後你還是回來了你原來的地方 那人家講就是說 我們再怎麼樣就是一個心存善念 心存正念 你要走的方向 我跟你講有一句話這麼說 菜糖假菜菜卡戲 你今天做了這些東西 馬上的因馬上的果就掉下來了 所以很多人我就想要持之以恆 因為好不容易你找回你自己 那外面再大的誘惑力 再大的吸引力 你都不要再回去 別人要做壞事 你只能夠看著他做壞事 你無能為力 你保護好你自己 做好你自己 把你的後面的路 比前面的路做得更完善 把前面的路補回來 要建立信心 自信是很重要 我爸爸說過一句話 他跟我講 我那時候很壞的時候 他跟我說 一甘願生一個龍主 我生一個龍主 對 一個浪子 他寧願生一個浪子 不要生一個笨兒子 因為浪子總有機會 他是會回頭的 對 早點回頭其實可以 這個縮短很多浪費的時光 好嗎 好嗎